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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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是陈宝洁好 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是 中国大陆对我陈宝洁实施了最新的制裁 也就是说我跟我的家人 以后都不能去中国大陆了 那过去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 常常被中国的国台办实施制裁 像是萧美琴等等的一些政治人物 可是今天中共对我们这些普通的电视媒体人 也实施了制裁 真假的这个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陈宝洁也不会去中国啊 这是制裁什么 这种真的是开玩笑吧 所以对于中国的这种制裁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时政评论家陈老师 我们有请陈老师 保际好 以目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 那最新的中国有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的官方 中国的政府 对于台湾的一些新闻业者 台湾的媒体人 像陈老师也算是媒体人 那最主要的针对了一些电视媒体人 实施了制裁令 一段时间以来 把对上述人及家属实施成见 因为我们过去看到的 中国其实这种制裁也并不罕见 但是过去针对的都是一些 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那像是下一任的台湾副总统 肖美琴呢 包括 还有总统好像赖清德也被制裁过 像是很多的台湾这种 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都被制裁过 那站在中共的这种立场上面 制裁他们 我是比较理解的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 可是对于这种电视媒体人 像是我们这种普通的 这些自媒体的 这些媒体业者去制裁 确实让我感到比较惊讶 限制这些台湾的媒体人 不可以再去中国 那当然我们看到 其实像是一些刘宝洁 王毅川 李正浩 大多数都没有去过中国 还有及其他的家属 以后都不可以来大陆了 直到这个禁令解除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裁 等于制裁了一个寂寞 啥也没有制裁到 对吧 毕竟这些人又没有在中国 有经商或者是 有银行账户 对吧 你要说 他们真的是中国台湾国民的话 对吧 他们肯定在中国 祖国有银行账户 你可以随便把他的银行账户 给禁了封了 这样才会实质的 制裁到他们 可是我们看到 面对这些台湾人的时候 我们祖国 我们中国政府 想要制裁自己的祖国的人民 却显得力不从心 只能制裁 你以后不要来我这里 你以后不要来我家 问题是 很多人 他实质上也没有去过一次两次 对不对 当然这其中肯定有些新闻媒体人 在此之前肯定有去过 去旅行过 这些是有的 那大家如果不能去大陆旅行了 换个地方不也是更好吗 对吧 去一下日本台湾澳洲美国都不错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制裁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你要除非是自己的国民 你把他的自己的国民的银行账户封禁了 这种才是 是有一些力道的啊 这些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制裁 真的是没有啥影响力 那待会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网友 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跟观点哈 然后最近很久没有更新 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了吧 是因为有很多的事要处理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 我移民的这个事情 有很多事要去处理 所以虽然说更新YouTube美金很好赚 那今天就因为荷包不够了 所以回来再更新一下 然后移民的这件事 因为有很多繁杂的东西 然后我又是那种 没有办法两件事可以一起处理的 所以我就想把全部的那个精神 都放在移民的这件事上面 然后最近这几天又去做了移民体检 那我是没有找任何律师跟中介的 因为在美国这边的华人律师啊 我是感觉非常不靠谱 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来 包括我前面的那些移民东西 包括通过了很多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在去处理的 而且比律师接手的那些人还要更快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完全可以去处理这些 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太懂了 所以我就要花时间在网络上去学 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 移民法等等之类的 那最近还有申请那个填那个表 艾斯85 那如果目前有些观众以前有移民美国 或者有填写过这些东西的 如果你会的话 欢迎在我的instagram或者是邮件啊 这个连结下面都有地方可以联络到我 可以跟我私讯一下 因为我有很多地方不太懂 我想要请教一下有这方面了解的朋友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最近在处理报税 那之前我更新比较频繁或者是比较努力 是因为那时候我更新了就有钱赚嘛 那谁不愿意嘛 对吧 比如说我赚100块好了 那其中50都交给政府了 对吧 而且我是非常讨厌现在的民主党 所以说有很多事要处理 所以最近就没有更新 好 今天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 中国制裁了刘宝洁 还有很多的这样 这种台湾民嘴 屏幕前的你是否梦想着移民美国 实现你的美国梦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移民专家服务团队 拥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们目前已经帮助了许多中国的家庭 顺利的移民到了美国 那么只需要人民币50万元 即可全家快速获得美国绿卡 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会不会不靠谱呢 那么因此他们也给出了相对的安全保障 确保你移民成功之后再进行付款 让您这个人民币啊 花的开心也移民的开心 这就是他们的服务宗旨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有提供移民日本 以及欧洲的移民项目 那这个价格就更加比较便宜 只要几万元人民币 那么如果你对以上的这些服务感兴趣的话 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络方式免费咨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网友 对此就表示 OK 网友表示啊 台湾没有一个正经的新闻媒体 可谓是华人新闻之耻啊 天天报道一些虚假的内容欺骗大家 这就是台湾新闻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看 说的好像你们能自由的看台湾的新闻媒体一样 你们所看到那些台湾的新闻 在微博上 在抖音上看到的那些台湾的新闻媒体 不都是筛选过的吗 像是三立有一档节目一直在看 是报道全世界的一些内容 什么大世界 然后还有像是公视啊民视啊 公视台视这两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没有立场非常功利的 因为中国人你也看不到嘛对不对 你就拿这个抖音微博上刻意找到某个新闻节目 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而其中的某一个嘉宾的话来代表台湾新闻 说台湾人新闻水准是这样的可谓华人新闻之耻啊 真的不知道华人新闻之耻在哪里 所谓的这几个被制裁的台湾的媒体人 那有些人呢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 那包括其中像是那个王毅川 他说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高铁没有靠背 他也解释了他的那个用词或者他表达的那个 那个用语跟他的想法是跟大陆的不一样的 因为台湾的那个因为我们大陆这个整个靠的叫靠背 然后王毅川后来有解释说嘛 他讲的那个靠背他不是讲整个 他说台湾叫以背 他说没有靠背的是那个背部的一个靠的东西 说大陆的那个地方是中空的 是往后凹的没有靠背 然后他说就被大陆拿去做文章了 然后现在他被大陆给禁止入境了 包括他的家人 但是这个我也想你可以制裁他嘛 就算他说的话可能是不小心误会的 你制裁就归制裁 干嘛还制裁人家家人呢 对不对 哈哈哈哈被大陆制裁了 这些台湾媒体人简直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下好了 以后不能来国内了 也没办法来大陆探亲了 回家的路被堵上了 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毕竟真正的家是祖国 根也在大陆 如今换来一场空 只能待在岛内了 可怜呢 真的不知道是谁可怜 真的所有的台湾人都一定要去大陆探亲吗 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有大陆的亲人 对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人被制裁 不能去中国的 他们不一定在中国有家人 或者有亲人 他们甚至可能旅游没有去过的都有 对吧 搞得好像所有台湾人都一定要去大陆探亲一样 如今被制裁 不能去大陆探亲了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被两岸一家亲给洗脑的 他就认为所有的台湾人好像在大陆都有亲人一样 还有网友留言说 说我们吃不起茶叶蛋 我相信中国人都吃得起 还有说我们高铁没有靠背的笑死人了 连印度火车都有靠背 也只有台湾人相信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了 说句不好听的 台湾现在有高铁吗 从来没有看过这方面的报道也尴尬 这么到谁尴尬啊 你自己那个看一下YouTube就知道台湾有没有高铁了吗 很多Vlog都有啊 哦对了 中国看不了台湾的YouTube 好吧 那还是可以搜得到啊 你只要有查证能力 你就可以确认台湾有没有高铁啊 还尴尬嘞 这么到谁在尴尬 他说 说台湾某一个主持人曾经说过的嘛 说吃不起茶叶蛋 他说 我相信中国人都吃得起 我相信那个主持人 台湾某个主持人确实可能 节目效果或者是夸大了这个 但他表达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嘛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真的 有很多的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 这就在中西部 像是四川的一些山区啊 贵州很多地方啊 广西一些的贫困的地方啊 那更别说像是西藏啊 还有一些青海啊 这种地方太多了 不是说他真的吃不起啊 是说舍不得吃 这种很常见 连我们老家有很多这种贫困户 都有这种可能性呢 怎么可能没有 连中国的国家总理都说了 中国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 你想想 除去一些开支 一个月才有多少钱花呢 几百块而已 对不对 这种时候能不消费就不消费 不是所有的中国大陆人 都像抖音上 微博上那样 撒币 大撒币 有钱 不是所有的都是那样的 因为那些就出现在了荧幕上嘛 那没钱的人 他可能手机都没有 怎么可能还拍那种 他的贫困的生活给你呢 所以光鲜亮丽的 总是在荧幕上面的嘛 可是现在大陆人 反被媒体给带跑偏了 哎 他们就认为 台湾人都相信 大陆的那个高铁是没有坐椅的 椅背的 只能那个 那个像凳子一样那样做的 这不就是 大陆媒体反而没有水准了吗 刻意去带风向 刻意去制造那一个对立 结果现在所有大陆的这些网友 反而比台湾这些网友 更加的就是没有尝试 他们还以为台湾人 被台湾媒体带跑偏了 洗脑了 以为 以为大陆人 我们只能坐凳子 在高铁上 在火车上 都没有靠背的 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 很多台湾媒体 啊 太自由了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有 我经常转台 看YouTube 看到很多的台湾的频道 就是播报中国的高科技 播报中国的高铁 这也没错 这自由的社会嘛 而且他报道这一方面 其实在 督促台湾的相关产业的去进步 让我们去看到别人进步的 不光报大陆的啊 也会报日本 美国 其他国家 一些先进的地方 这个就是个正常的社会嘛 可是 如果反过来 我们发现 如果台湾某个产业很牛逼 我们会看到大陆不报 当没发生一样 对不对 这个怎么尴尬呢 这到底谁尴尬 尴尬的是你们呢 对不对 是你相信了台湾人 不是 是你相信了大陆媒体说的那些话 大陆媒体说台湾人啊 都相信大陆的高铁 而是没有靠背的 只能坐凳子 对不对 所以到底谁尴尬 还有万耀灵说 大陆14亿人每天都吃蛋 都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有很多地方的人啊 他是舍不得吃的 不是说他吃不到 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大陆14亿人 每天吃蛋都没问题 可台湾人呢 听说交电话费要几天时间 我不知道 我之前确实在抖音 还有微博的这些 中国社群平台上面 看到大陆人呢 就在笑台湾人充个话费 要几天的时间 结果后来 就像这个网友说的 后来呢台湾呢 提快这个速度 到了隔天快速充 也就是说啊 昨天充的话费 今天就可以到账 或者是今天充的话费 明天就可以到账 然后这种隔日充服务 还被台湾人大赞 好方便 所以这个新闻 我确实是看到好多次 就是大陆的一些媒体报道 说台湾充花费 要花好几天 然后某一天呢 台湾呢 政策突然变快了 今天充了 明天就可以充到手机上 然后台湾人都说 哇 我们台湾好棒棒 好快哦 就是大陆人看来 就在那边嘲讽 就是台湾充这么久 还说好方便好慢 当然我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扯了 不可能说充过花费 要好几天吧 对不对 大陆的话 现在他为什么要嘲笑这个呢 因为大陆充花费 确实很快 透过像是行动支付啊 就是在几分钟左右 就可以冲上去 那这个是确实比较快的 我不知道台湾是有多快啊 有没有跟大陆这样几分钟 但是这种说台湾几天的 我这个觉得就有点扯了 甚至说现在是要一天隔日充什么 这是乱七八糟的 有点扯啊 这个网友说啊 这种隔日充服务 还被台湾人大赞好方便 应该补充一句 大陆人知道了 一定会羡慕的 前两天还看国内媒体报道 台湾连手机支付都没有 很多地方只能用我们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吃着娘骂着娘 现在国内太方便了 比如说网购 淘宝网购几天就寄到了 不出意外 不超过一个礼拜 可台湾呢 2024年了 前几天还在微博看到新闻说 台湾淘宝一个东西 要花大半个月 难怪台湾人会觉得 隔日充花费速度快 原来时至今日 还没有感受到过 网购的乐趣呀 这个很偏颇 因为台湾人网购 淘宝的东西 要大半个月 那确实是要大半个月 因为淘宝 它是中国的网络电商平台 所以很多大陆人 他根本就不懂这个世界 他不知道这个格局 他以为台湾人都是用微信 用支付宝 用淘宝去买东西的 因为不是一个国家呀 所以这些服务都不一样 台湾人不是用淘宝 台湾是主流的是电商平台 是虾皮 对不对 你说台湾人用淘宝 要花大半个月 那肯定有什么清关的费用 海关的费用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审查检查 这是出国的呢 这证明的不是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这句话其实间接就证明了 两岸不同属一个国家 不然怎么你们淘宝几天 就可以送到你们家里面 怎么送去台湾 就跟出国了一样 要花大半个月呢 对不对 中间有海关的这些程序 那就说明是不是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那个打的这个比方也不公平 你要比呢 你要比台湾的虾皮 对吧 台湾人自己用的是虾皮 你们自己用的是淘宝 这样比就公平嘛 哎呀 这些网友都是看大陆的媒体 看久了洗脑了 就以为台湾呢 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地方 你觉得中国大陆对于 台湾的这些媒体人的制裁 有效果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拜拜 拜拜